大师指点的美女骗局 漂亮女模特王宇墨 北漂数年男女走红 困惑之际求助大师指点 结识了一位贵人 福建一家房地产公司资产过亿的老总 齐放 那承想 齐放其实是想借助王宇墨的圈子 结识靠山 攀附全室 精心寻觅到的贵人 不但不让自己依靠 反而妄想把自己作为跳板 美女模特怒火满腔 决意报复 于是 一个前国家领导人私生女 比尔盖茨前妻粉末登场 一场精心谋划的惊天双簧大戏 拉开了序幕 王宇墨1984年出生于江苏徐州市 一个普通人家 父母虽是工心阶层 但对这个女儿示弱掌上明珠 很小就把她送到 很小就把她送到艺术培训班 学习音乐和舞蹈 高中毕业后 王宇墨考上了南京一所艺术院校 学习模特表演 2005年初 王宇墨大学毕业后 北上京城 他住过地下室 做过艺人助理 几番努力 终于签约到了北京 一家广告传媒公司 做平面模特 眼见着自己 从事模特生涯的黄金年龄 就要过去 王宇墨颇心有不甘 正当他困惑着急之时 2012年5月初的一天 在一次商务宴会上 他结识了一位 被众人称为大师的学局使 大师指点他说 女精生有富贵名 但需要有贵人相助 这个贵人最好来自商界 在经济上 能对你进行投资和包装 你会以最快的速度 梦想成真 一心期望能尽快走红的王宇墨 把大师的指点奉为至宝 此后处处留心寻找自己 生命中的贵人 2012年10月初的一天晚上 王宇墨应邀付朋友的宴请 经朋友介绍 认识了齐放 齐放是福建三名人 在福建永安经营一家房地产公司 资产过亿 半年前刚刚与妻子离婚 虽然对于齐放离婚这一点 王宇墨心存芥蒂 但想到齐放说不定 就是自己生命中的贵人 王宇墨对齐放表现得特别热情 而齐放也对美丽动人的王宇墨 十分心动 此后两人频繁接触 王宇墨不知道的是 即使作为商人的齐放 之所以与他交往 除了因为他漂亮 还有着另外的打算 齐放一直崇拜一位地产商人 庞经 庞经的前妻是一位高官的女儿 庞经靠着老丈人的人脉关系 事业发展迅猛 齐放也期望能成为地产界的大佬 为此他特别渴望找到一个权贵做考山 刚开始 齐放对王宇墨出手大方 交往一段时间后 当了解到他出身平民之家后 便打消了与王宇墨在感情上进一步发展的念头 不过 齐放并没有断了与王宇墨的来往 凭他的感觉 像王宇墨这种在京城打拼的女模特 有着漂亮的脸蛋和诱人的身材 身边肯定少不了贪心的权贵 如果能借助他身边的权贵攀上高枕 无疑也是一个好机会 因此 齐放好几次都向王宇墨坦言 自己不想找平民女子为妻 他要找的对象 一定要有家庭背景 能在事业上 助自己一臂之力 甚至有一次 在两人男婚女爱之后 齐放直截了当地告诉王宇墨 如果你身边有那种适合的人选 可以介绍给我 要是成功了 我肯定不会亏待你 原本想找一座靠山 让对方投资和包装自己 其料 对方不但没有给自己实质性的帮助 还想利用自己的优势 攀附权贵 王宇墨在失望之余 颇感气愤 2012年11月下旬的一天下午 正在三名老家的齐放 突然接到王宇墨的电话 一番寒暄过后 王宇墨直奔主题 齐总 你不是让我帮你物色合适的人选吗 我的一个大学同学是高官的女儿 在美国刚离婚 她近日回国散心 你要是有意 我就安排你们见个面 我觉得这事儿如果能撮合成功 既帮了你 也帮了我同学 一心攀附全市的齐放 听到王宇墨能帮自己介绍高官的女儿 欣喜不已 电话里 王宇墨还告诉齐放 自己这位官二代的闺蜜名叫艾凤 是位前中央领导的女儿 十年三十二岁 上大学的时候 两人曾同学半年 后来艾凤在家人的安排下出国了 在美国读完本科技研究生学位后 留在美国自家开办的公司里工作了几年 不久前 刚与比尔盖茨离婚 现在回来 有心想找个真心相爱的人结婚 她竟然是比尔盖茨的前妻 能搭上这种天线 齐放在欣喜之余也有点怀疑 挂完电话 齐放通过互联网查询有关比尔盖茨的感情经历 发现她的生命中与好几个女人有个情感纠缠 一个是比她大九岁的初恋情人 安温布莱德 一个是为比尔生下两个女儿一个儿子的盖茨太太 梅琳达·法兰奇 另一个是让比尔盖茨破费6.776亿美元的情妇 斯特凡尼·宙赫尔 但她没有查到比尔盖茨的婚姻和情感生活中有关爱奉的信息 不过 齐放知道 围绕在比尔盖茨身边的女人太多太多 虽然有点怀疑 却也不敢完全否定 还是决定到北京眼见为始 2012年12月8号的晚上 在王宇默的清心安排下 齐放来到北京百岳大酒店 与爱奉共进晚餐 初次见面 爱奉高挑的身材 漂亮的容貌 以及得体的谈吐 都让齐放非常满意 这是她的身份 让齐放半信半疑 爱奉从齐放一直追问自己绅士的话语中 似乎感受到了她的疑心 不但主动掏出了身份证 让齐放过目 还把手机上存放的自己 与某员中央领导人的合影给齐放看 并主动介绍了自己 在美国的经历 但她总觉得 爱奉与某中央领导的相貌相去甚远 在晚宴上 趁着爱奉上卫生间直击 齐放对一旁的王宇默说出了自己的疑虑 我知道 你会在这方面有疑问 但这件事 你知道了可千万不能外传 王宇默一脸严肃地告诉她 爱奉是个使馆婴儿 是领导与一位女明星的私生女 领导的家人都不知道这件事 但领导私下里 对爱奉十分宠爱 几乎是有求必赢 王宇默还一再叮嘱齐放 对爱奉这段绅士 一定要保密 否则传出去 是会掉脑袋的 齐放以前听说过这种传闻 何况要与原中央领导人单独合影 没有一定身份 也不容易 被王宇默如此解释 齐放的疑虑得到了消除 那么接下来的故事将会如何发展呢 欢迎您继续收听 如果你觉得主播播的 还有那么一点意思的话 欢迎您关注一下主播 订阅一下专辑 分享转发一下 主播苏醒不胜感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